其實我對我的演藝事業是沒有所謂的規劃的 電視劇啊 廣告或電影 對我來說就是表演都是一樣的 只是大家透過不同的媒介看到你 只是因為順勢而為的情況 也因為我一直做我喜歡的劇本 所以我就是變成好像 剩著這個40年下來就都只演了電影 可能我的步調真的很慢 我沒有突然飛煌騰搭 或者是突然爆紅或什麼 可是這10年來我老實講我回頭看我每一部作品 我真的都沒有後悔過 我一直其實還蠻堅持不嘎戲的 沒有辦法一心奪勇 如果真的有在喜歡的我會挪時間挪開 如果真的挪不開我真的會謝絕 因為那是對角色的不尊重 你看幾百個人在為這個電影部署 可是你不是全新的 我覺得那就會對不起這個劇本 大家可能覺得我很幸運 可是我覺得那個幸運是因為我懂得捨得 我還是會有猶豫的時候還是會 可是我最終回歸到的還是我快不快樂 我會不會後悔 就是一個初衷的問題 我其實還蠻常受不了 有時候看一個人你可能覺得他幸運 你或許說他成功不是看他選擇了什麼 而是看他不要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你因為誘惑很多 你什麼都要的時候你會更慌亂 對然後會更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當你先什麼都不要 你靜下來一個人想一下 可能比較容易下絕 當看到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那種十匹馬都拉不回來 我就是決定要做了 可是如果有我知道我很確定不要的 我也會 除非能夠說服我 因為我還蠻相信自己的相信 很多時候我為什麼不要 就是因為我知道我當下我做不好他 那我可能會對不起這個角色或這個劇組 我就會決定不要 善待自己的每一個選擇吧 認真對待自己的每一個選擇 對每一個選擇負責的人 因為他會影響你的未來 我沒有對待自己的方向 礙拓人 我可以那麽 任自然